有一个非常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房东不小心开始了call word 事情是怎样的呢 请听我闻闻到来 我们现在是去实现一个一联盟的路上 之后现在这城市像的像漆黑一片的 我的天哪 这个迷惑的 现在就感觉在丛林中的感觉 哈喽大家欢迎重新一天的Vlog 之后今天的话的主题就是 去年去的时候就太晚了 大多数天已经飞走了 所以今天希望就主手的鸭子没有飞 所以现在在路上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天湖的状态 之后我们现在终于到了 去年这个门不让进 今年让进了之后它这边有一些旋软的车子 反正如果你这么看过去的话 看过去的话还有就是各种旋车都在这儿 稍微清晰一点 但是说实话就是如果大家记得就当时在那个 就是密西的湖边 那个天哪四天鹅看的比这个要近太多 大家自己看的话这个是加拿大鹅混进来的 完之后这边也是 那实在这边才是小白的 相机出来没有上座的时候呢 这个派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那种就是挺优然不得的感觉 这个是他们那个飞行的路线 就每次它会从这儿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center 一直往北飞一直飞到这儿 我觉得这真挺不容易的说实话 那就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是它每年就是说 能看着那个天鹅减少的 这个是天鹅的次数 就能看着这数字上 对 这个是每年天鹅的次数 就你能看着它每一年待的日期 就是大概什么时候 去年的话应该就是说 我是四月份左右 今年是啥 但你能看着天鹅数 然后就真的在减少 唉很难 然后我好像问了一下 今年的话大概是1806 2 对 啊感慨 发现一个秘密通道 这个通道比刚才看的更清晰一些 这大白鹅给大家放大一下 这是这天鹅具体的图现 就是它是从 就像咱在看的是三月份 六月份就能飞到 飞的还蛮快的 之后看到一个这个小狗 真的好可爱 一眼戴眼睛 他这个小鸟都在这吃小骨子 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专门喂那小鸟 刚才看的那些小鸟 这边都有 好可爱 小鸟吃骨子 位置就是去年的图是同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数量实际上比去年要少很多 希望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的这个问题 让大家再看一下境界 夏天鹅过得还挺开心 哈喽大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刚刚回到车里 就总结一下这次的观感 就是天鹅实际上比明显 因为我们去年来的时候是四月份左右 所以那时候已经非常的不 就是就怎么说已经剩天鹅就剩那两三百只 今年明显整天来说多的 但它实际上对不太往年 当我们看记录上它没有那个多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想来看天鹅的话 最佳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三月中旬左右这个样子 除此之外如果你就是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 好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有可能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 你像我今年的头发就是一个短发 对完之后去年来的时候还是长头发的状态 完之后包括去年我还没毕业 今天我可能马上就要毕业了 所以就是挺感慨的 这个时间一年过得还是挺快的 对所以可能这之后是 哎长路慢慢大家加油 完之后呀 拜拜 我查过一个警局通知 就是我刚才看手机里的那个就是群 之后就是 嗯 有一个非常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房东不小心开车 扣吻 之后我虽然现在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状 没什么就是症状什么的 但就是突然有点担心 之后我不知我就应该不太能回家了 但是就是但是我可能就是主要下一周可能都不能上课 完之后下一赛之后就是本来原来定的周一的那个去照毕业照可能也不招了 就突然觉得那种 就是有点懵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 对 完之后回家看看这东西怎么被取消 就是就是就是这是我可能离Cover最近的一次之后 之后就来现在录一个非常及时的感受对就突然间很很难讲就是你原来不觉得Cover离你那么近 但现在觉得真的是离我好近 哎我没有想到我竟然真的要去Soffers拿个自策盒子 哎大家加油 还有Cover离我弹死东西 好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刚才就拿了一个大概长这个样子 嗯好难哭 我刚才捅了一个鼻子 我现在捅另一个鼻子 我让你吃了一个鼻子 好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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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h X 然后把它放在就是这个小的那种就是溶解剂里面 两分钟 我刚才滴了三滴之后 现在等这个纸再往上走 大家能看得下你能往上走 基本上如果是一条C代表就是挺好的 你没有泡泽铁 但是如果有T浅浅代表你有泡泽铁 刚才15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day one 泡泽铁 咱们 day one negative yeah i'm going to do my second time 来后尔泰铁 后尔泰铁 I hope it's negative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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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加油 我已经做这个东西做蛮久的 你看看我这个泪光 还是很明 这东西真的 好痛 突然又开心了 yes the next day one week later hello大家好 这我就是想做一个比较短暂的feedback吧 就是在捅过无数无数次的鼻子和哭过无数次之后 就他一般的就是现在的建议还是说你需要在家可能大概七天确定确实没有症状再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对自己好对你就是社会也好这个状态 完之后我就想说几个点吧 第一个就是你从来不要觉得就是危险不在你附近 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知道很难讲 就是说危险什么时候发生或者说你怎么办 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学到的lesson可能就是说你怎么去应证这个东西 比如说像加拿大这边的话 虽然他现在就是比较相当于说没有所谓的让你去医院 就哪怕你是positive也没有所谓去医院这些说法 一般的话都是大家在家里就自行解决这样子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 比如说现在就是实际上就是COVID 虽然已经算半结束半没结束的状态 但是就像比如说口罩这种东西 你还是需要就是自己有意识的待就是你不能太count on everyone else 你需要就是你自己有这么的一个想法 就是包括比如说你说不去人多的地方也好这样子对 所以这些上都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就是说东西在这边的 所以说还是需要就是自己多注意 就哪怕是你后来发现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你离这东西很近或者你在担心 那你能做呢也不是说去紧张这件事情 还是说看你要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或几率的话 你尽量就是比如说你突然发现这个地方不安全了 你有没有想要去别的地方短租一下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需要考虑一下 哪怕是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在这边看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 对就是因为就是看目前的状态来讲 常常在就是比较年轻人这个里面 常常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但是就是我们要做的是比较积极的去应对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视频告诉大家的点 就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想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你要怎么去对待它 而不是说就是很panicking对 所以呀我还是希望就整个这个Cover平安的度过吧 完之后希望没有人就是有这边的疑惑或者怎么样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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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